太原发集团 同一负责人在同一地址广社公司之案例分享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例子很特别 没有标准答案 或者说大家心中早已有答案 在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 什么情况下会在同一地址登记 设立多家公司 两种可能 企业总部或商务中心 如何判断是哪一种呢? 如果这些公司负责人相同 则这个地址是企业总部几率高 但如果这些公司负责人不同 则这个地址很有可能就是商务中心 我们先来看另一个集团的例子 透过经济部商业司公事资料查询 可发现该地址共登记了36家公司 新一色公司名字都包含交通 如果以地址查询时不要限定楼城 则可找到40笔 比刚才多了4家 在这些地址相同的公司中 代表人几乎都是吴俊德 其中一家公司是黄冠大车队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要讨论的例子 这个例子位于新北市永和区 没有官方集团名称 故我们把它命名为太原发集团 透过经济部商业司公事资料查询 可知登记在该地址公司有126家 公司名称蛮有规律的 推测应该是由同一决策者所命名 这126家公司组织形态全都是 只需一懂的有限公司 所赢事业几乎都是投资业 126家公司名称 好像在玩文字排列游戏 公司代表人为消费零者最多 有70家 其次是消源级 若从资本额来看 都不太好 仅1万元者就有91家 而这126家 公司资本额合计约136万元 在台湾74万家公司中 还可以找到许多在同地址 以同一负责任 广社公司的例子 今天所谈只是 冰山一角 台湾于2009年废除了公司登记 最低资本额限制 因此 我们预期这样的例子 往后应该会越来越多 至于 为什么要这样广设很多公司 没有标准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 留公思考啰 就像是这样的一般 如果我们有点不太好 就像是这样的一般 就像是这样的一般 有点不太好 在这边的一般 再说了一般 零算的一般 都可以找到一般